Hello,大家好,我是亚迪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亚迪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迪聊星座 我们将来聊到的是 2024年10月份的星座运势 请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接下来这个10月份当中 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牧羊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工作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三星版 因为主管在这个月呢 相当精打细算 而且很有心机 面对主管的时候要多想一下 特别是你的主管的言行举止 有没有一些选外之音 这个月呢 你有机会认识一些业界的先进 或者是产业上的一些前辈 是一个拓展工作人脉的好时机 在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上 这个月呢运气是不算好的 初心犯错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金钱财运还有健康交通的 强运指数上是四颗星 这个月呢 你在做生意开店方面呢 会有很好的营收 营收是不断的成长的钱 可以说是一直赚进来 会让你心情很好 投资方面上你是比较冲动的 也容易因为这样造成赔钱 或是赚比较少的情况 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评估 健康运不算好 这个月比较容易会有感冒头痛的情况发生 交通运的部分上是中品的 桃花良缘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四颗星 桃花运的部分呢 你的桃花运在这个月是很旺的 追你的人很多 品质好坏都有 年龄层呢也是算蛮广的 记得好好的挑选 不用急在一时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你的另外一半在这个月呢 很稳定很踏实 又会制造浪漫 会让你觉得很幸福很甜蜜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颗星 你的前半个月呢要小心哦 因为你的下属会制造比较多的麻烦和状况 但是你去处理会让你有点头痛 后半个月呢 你的自信心是比较强的 面对一些客户或者是曾经失败过的案子呢 你都可以稳稳的去面对还有处理 考运的部分上 这个月呢全月都是中品的 在金钱财运还有健康交通的 长运指数方面是四颗星哦 金牛座的你在这个月呢 对于投资理财呢 可以说是相当有一套的哦 你很细心钻研这些东西 也很深入的去研究它 当然也可以帮助你 从投资理财方面拿到很好的收益 如果你是做生意或开店的金牛座呢 在这个月其实营业而是 起起伏伏的比较极端哦 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健康运好交通运的部分上 在这个月呢都是中品的 桃花良缘还有爱情婚姻的 强云指数上是三颗星 金牛座的你在这个月呢 桃花运是中等的哦 你的对象基本上态度都是很清楚 很明了很直接的 喜欢你不喜欢你呢都是很清楚的 这个月呢金牛座的你被告白的几率 也是很高的 在一起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在接下来这个月当中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和你容易为了一些小事情 会有争执或不开心哦 在沟通的时候记得 保持理性 用温和理性的态度去面对 是很重要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好学考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两颗星 双子座的你在十月份呢 其实工作是比较冲动一点的哦 和同事之间也比较多火药味 工作的时候记得在职场上要保持理性 冷静一点会更好 你的主管在十月份对你也是相当情绪化的哦 那双子座的你记得 在面对主管的时候要忍耐 不要被主管给激怒哦 学业考验的部分是相当良好的 特别是在大考方面会有还不错的表现哦 金钱参与好健康交通的 长运指数上是三星半 双子座的你呢 在十月份的上旬和中旬呢 是追求稳定和安定的哦 在使用金钱方面是相当比较保守的 但也因为这样呢 很容易给人比较小气的印象 十月下旬呢 双子座的你头脑是很清楚的 很适合开始进行一些投资的计划 健康运呢在这个月是中平的 交通运的部分上呢 十月上旬比较低迷 中旬和下旬都是中平的哦 桃花良缘还有爱情婚姻相处的部分上呢 长运指数是三颗星 十月份对于双子座来说 桃花运并不算很好 可能会认识呢 喜欢死缠烂打的不良对象哦 一定要提高警觉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个月呢 性生活是相当丰富的 伴呢在床上可以说是 时时火热 性质高昂哦 感情也会因为这样更甜蜜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山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两颗星哦 在十月份的上旬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要小心 你以前犯的错误呢 可能会被一些小人夸大 而且他们会爆料哦 也会带给你一些麻烦 要特别小心应对 中旬还有下旬呢 你和同事之间沟通是比较差的 在职场上吵架的几率也比较高一点 十月份呢在考运的部分上 前半个月考运比较低迷 后半个月呢 考运是中平的 在金钱财运好 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星半 就这个月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 偏财运是相当好的 投资方面会有蛮好的涨获 也有机会中一些小涨 可以买彩券试试手气 这个月呢巨蟹座的朋友们 很容易因为一时的心情不好呢 而不断的花钱买东西哦 保持稳定的心情呢 能够帮你省下更多的钱 那这个月呢 健康运和交通运都是中平的 在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颗星 桃花运的部分上 这个十月份呢 巨蟹座的你 桃花运是很旺的 有很多人想要跟你多聊聊 多人事 就看你愿意或不愿意哦 在情好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巨蟹座的你会发现呢 这个月的另外一半 想发比较固执哦 觉得坐着你在和另外一半沟通的时候 也要学着脱歇还有安抚 就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互动更美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狮子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工作 还有十月考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颗星 十月份对于狮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贵人和小人都是蛮多的 特别是这些小人们呢 对你的敌意是很明显的哦 贵人在这个月呢 是会在暗中给你很多帮助的 另外在这个月里面呢 你的主管呢 是比较阴沉的 而且功于心计 面对主管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也要记得揣摩上意 学业还有考运的部分上呢 考运是中等的 在金钱财运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财运指数是三颗星 这个十月的前半个月呢 是做的你呢 是很努力赚钱和存钱的 可是呢 有时候你是比较省过头的哦 也会让你的生活过得 比较辛苦一点点 后半个月呢 财运是还不错的 有机会收到礼物啊 红包或者是种一些小奖哦 会让试作你觉得很幸福 很开心 健康运的部分上 上半个月呢 肠胃比较差一点 下半个月 多注意你的血压 交通运的部分上 十月份的上旬和中旬呢 是中平的 十月的下旬呢 运势是比较低迷一点的 小心交通安全哦 桃花两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两颗星 在十月份呢 你的桃花运相对 是比较低迷一点的 试子座的你很容易被误会 是一个花心又难搞的人 也因为这样呢 会让试子座的你 人缘比较差 桃花比较少 在千好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个月当中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会觉得试子座的你很固执哦 在沟通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容易发生小吵架 试子座的你记得 放轻松一点 不要太固执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校试的 强运指数上是三星半 处女座的你呢 在这个月能够聪明灵活运用 所学过的一些知识 会展现你强大的专业能力 表现相当的棒 可是在这个月呢 你的主管常会有 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哦 而且呢 主管做错决定呢 又需要 处女座的你来扛 来负责 会让处女座的你觉得头很痛 学会考验的部分上 考验是很好的 处女座的同学们的这个月呢 记忆力很好 学习力也很强哦 金钱产品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四颗星 在这个十月份当中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财运很棒 正财运很强 如果是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会感觉到业绩不断的飙升 这个月也有机会 拿到意外之财 可以说是来得又快又急 记得一定要去买一张财卷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在这个月呢 处女座的你 是比较喜欢熬夜玩乐的 当然也比较伤身 找同学的部分上 这个月都是中评的 桃花良缘 爱情婚姻的 强运指数呢 是三星版 在十月份当中 处女座的你 桃花运算是中等的 认识新对象 和新朋友算是还蛮容易的 可是呢 感情上的发展 相对就比较慢一点 再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前半个月呢 感情婚姻运势很好的 和另外一半呢 可以说是很甜蜜 互动很多 后半个月呢 你和另外一半 会把一些不开心的事给说开 一些问题呢 也可以获得解决 会让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 更甜蜜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天品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颗星 在十月份呢 天品座的朋友们 记得多运用你的好口猜 多说一些好话 会让你在职场上呢 更加的一个顺利啊 这个月呢 也可以去进修 增加一些新的能量 会让天品座的你 有很好的表现 学业考运的部分上 考运是相当良好的 金钱采与好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颗星 天品座的你在这个月 容易会有一些小破财 家中的一些小东西啊 比如说是碗啊 或者是小椅子之类的呢 很容易突然坏掉哦 这个月的你有很强的 偏财重奖运 记得要买彩券 试一下手气 健康运的部分上 这个月呢 请注意你的胃部健康 交通运的部分上 这个月是中等的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 长运指数上是三颗星 天品座的你在这个月 桃花运并不是很好哦 如果你太挑剔的话 是会把一些真爱好对象 给挑掉的哦 在爱情和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前半个月呢 很适合安排约会 也很适合帮你的情人 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人士 在后半个月呢 感情运势相当的好的 你和另外一半的爱情生活 可以说是相当圆满 相当的开心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天胁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两星版哦 天胁座的你在十月份的上半个月呢 工作完成度相对偏低 遇到的限制和压力呢都是比较多一点的 在职场上常会有一种卡卡的感觉 下半个月呢在工作上呢 你是一做错选择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哦 所以呢在做任何选择之前 一定要保持清楚的一个思路 考验的部分上呢 在十月的中下旬考验是相当好的哦 上旬呢相对是比较差一点的 金钱参与好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星版 在这个十月份呢 天胁座的朋友们参与很旺 做生意做投资呢也是很会赚的哦 收入是很棒的 天才中奖运也算是蛮旺的 可以买一下彩券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感冒或者一些小病的发生几率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的 记得好好保暖 交通运比较差一点哦 这个月记得千万不要超速 桃花两元和爱情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颗星 天胁座的你在十月份呢 桃花运是相当胆薄的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桃花出现的月份哦 在爱情和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在这个月呢 你看另外一半呢 有很好的一个性生活互动 感情呢 也因为这样更甜蜜 更火热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台湾在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工作还有学校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星半 射手座的朋友们在十月份工作运是很强的 表现很棒 在职场上也是很顺利的 可是这个月呢 射手座的你对自己呢 是有一些自信心不太够的地方哦 你要记得你是很棒的 对自己要多一点自信哦 学校试的部分上 考运在这个月并不算好 记得稳定住心情会让你表现更棒 在金钱财运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两颗星 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十月份财运是中赏的哦 你很懂得做财务控管 也很懂得量如为初 是很会存钱的一个状态 健康运呢 在这个月是比较低迷的哦 很容易受伤 射手座的你呢 未通几率也比其他的星座还要更高 交通运的部分上是好坏参半的 桃花良缘还有爱情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两星伴 桃花运在这个月呢 可以说是相当好的 射手座呢 你有机会遇到和你互相照顾 互相给予温暖支持的好对象 在一起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呢 十月份的上旬和中旬呢 射手座的你和另外一半呢 都不够热情哦 都不够主动 感情生活上 当然因为这样就比较枯燥发威一点 十月下旬呢 很适合你和另外一半 把一些话给说清楚 也很适合断绝掉不良的感情关系 如果你的身边在这个时候有烂桃花的话 也记得会见斩情思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工作还有学考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四颗星 摩羯座的你在这个月呢 职场工作的部分上是稳定又平淡的哦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或状况 那摩羯座的朋友们 可以趁着这个月去学一些新的技能 帮自己充电 加分 表现也会更好 学考运的部分上 在这个月呢 考运是超棒的哦 很容易考出高分来哦 在金钱参运好 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两星版 在金钱参运的部分上呢 摩羯座的你在十月份会感受到钱不够用哦 现金流出了一点问题 需要想办法做一些资金的调度 那摩羯座的你其实在十月份算是还蛮懂得 怎么去做短期投资的 也有机会从短期投资方面拿到好的获利 健康运的部分上 在十月份是比较差一点的哦 交通运的部分上是中平的 在桃花良运好爱情婚姻的 强运指数上呢 是两星版 桃花运的部分上 摩羯座的你呢 桃花运并不算好 你容易死心眼 爱上不喜欢你的人 也因为这样呢 摩羯座的你容易错过好的对象 可以说是有点可惜哦 在爱情好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十月上旬 你和另外一半相处是很甜蜜 互动很热情 你身边的朋友们都还蛮羡慕你们的 反倒是在十月份的中下旬 要特别的小心 很容易呢 为了一些小事情和另外一半发生争吵 摩羯座的你和另外一半沟通的时候 记得保持冷静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好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两颗星 水瓶座的你呢 在十月份的上旬和中旬呢 和同事是比较出不来的 所以你在职场上的人员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而且你会发现呢 同事们都比较自扫门前学 会让你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 十月的下旬呢 水瓶座的你会有一种 内外交逼的情况发生哦 公司外呢会有一些强敌 那公司内部呢 可能会有一些小人在针对你 也会让水瓶座的你觉得比较累 水瓶座的你觉得比较累 水瓶座的部分上 这整个月呢 考运都是中平的 在金钱财运还有健康交通的 强运指数上是两星半 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十月份呢 上半个月你是处在想法 比较保守的状况 那很容易因为这样呢 把赚钱的机会拱手让人哦 记得太过保守的话 会让你少赚很多钱 不要太保守 后半个月呢 破财几率相对比较高一点 健康运的部分上 上半个月呢 健康运是中平的 下半个月 记得注意你的腿部健康 交通运方面呢 这整个月都是中平的 在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两颗星 桃花运呢 在这个月其实不算好 水瓶座的你在社交场合上呢 遇到的烂桃花是比较多的 也很容易遇到 自相和你一夜情的对象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水瓶座的你呢 又比较多的聚餐 或者是一些活动哦 常常会需要往外跑 也就比较没有时间 陪伴另外一半 会让另外一半觉得 你不够爱他哦 记得多花一点时间 陪伴的另外一半哦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上川太阳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工作还有学校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四星版 在这个十月份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十月运气相当强的 甚至加薪的机会也是很高的 请一定要努力求表现哦 一分耕耘 多分收获 在这个月呢 你的努力是会有满满的回报的 那这个月要小心的是呢 双鱼座的你可能会有过度工作 还有过度加班的情况 很容易产生过劳的情况 在休息的时候 请一定要好好的休息 许越考试的部分上 考验是相当好的 特别是在大考的方面 表现相当的亮眼 在金钱采运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三颗星 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十月上旬呢 是比较难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望哦 很容易疯狂花大钱 一直买东西 在中旬还有下旬呢 双鱼座的你会比较计划性消费一点 该花钱的地方呢 你也会省着花 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 健康运还有交通运 在这个月都是中平的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两元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长运指数是两星半 桃花运的部分上呢 双鱼座的你在十月份 其实魅力是很强的 可是你吸引到的对象 多半都是烂桃花比较多一点哦 好桃花相对是比较爽的 所以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你看另外一半呢 在这个月的相处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算稳定的哦 可是呢 谈到钱的事情是比较容易 不开心或者是吵架的 所以当你和另外一半 谈到跟钱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保持理性平和的态度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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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